自从仲泰借鉴保时捷,外观设计出仲泰SR9火爆之后,让国内的消费者开始改变对国产车的认知,这让很多车企找到了突破的道路。 我依然记得SR9上市时候,保时捷毛总看到SR9的眼神,既惊讶又无奈,说实话我心中很爽,因为它想打官司一般不会赢的,因为之前有路虎起诉路风X7失败的案例,仲泰凭借着SR9成功逆袭之后,后来相继推出了多款车型销量并不如意。 就在此时T700横空出世,外观仍然走了借鉴的路子,这次不模仿保时捷了,而是转头模仿路虎,不能说模仿因为太像了。 大家都这么说,其实T700的外观都是人家仲泰原创的设计,其中融入了很多中国元素在里面,大家可能都有误区,什么保时泰,皮屎泰沙的称号,不要再黑一个裹起了没用的人家,照样赚大钱,你什么好处也没有。 来看下广大车主们对T700的评价吧,看完评价你们就应该尊重任何一家国产车企,外观霸气,颜值担当,尾部整体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感,很敦实的感觉,大灯有些硬朗的线条,看起来很有运动感,非常有神,迎宾电动踏板,全夜精显视频,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更改主题。 我个人最喜欢这个五连环的主题非常棒,内饰这块确实做得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,十几万的车做出了接近百万的气势,真的很有面子,超大中控屏幕,加上空调出风口,都用了钢琴烤,漆来装饰,两边的车门储物空间也非常的大,整体给人感觉非常棒, 95%的T700车主都对此车表示还算满意的,不知道一本正经黑重态汽车的老铁是什么想法,我估计开过的都不是黑车的司机,国产车在进步,你也要给它空间的对方,不行的你来做。 重态T700这款1.8T车型发动机为自家产,那么它的表现让人惊讶,转速超过2000转每分钟之后,你会感觉发动机开始进入了状态,40千米每小时再次加速时,动力来的相比起步时干脆很多。 总体看来定位中,大型SUV的T700性价比是非常高的,对标长安CS95和哈佛H8,销量还算不错,你们觉得T700怎么样,又开始黑了。